等一下我們就會親自來使用 看看這個快篩試劑到底要怎麼樣用 以及這個就拿我 等一下我會來當那個媽大 就是我自己也會來試一下說 來測一下我看看我現在到底是快篩陽 或者是快篩陰 有點緊張對不對 因為如果真的不小心 兩條線我等一下直播就要衝突 我就要直接先打1922我就要先走了 使用方法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它有這樣的一個配件 打開來其實這個會有兩套 那這個是其中的一套 那在測量之前就把它的試管 插在這個架子上面 那測量的時候 第一個雙手要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的時候 把這個所謂的採檢棒 就是棉花棒的部分 打開握著末端 伸到鼻孔裡面 在兩個鼻孔 第一個四個時間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採檢的時間 採檢時間就是用同一支 在兩個鼻孔 各要轉四下 每個鼻孔要停留15秒鐘 深入的深度不用太深 這種居家版的 就是1到1.5公分到2公分就可以了 像小朋友2歲以上 家長可以幫忙撤 他就是伸進去不用太深 抵到底 不要讓他覺得有壓力不舒服 那轉15秒 兩邊各轉15秒 拿出來這個棉花棒 插到這個試管裡面 打開把試管插進去 然後在裡面再轉一下 盡量把這個檢體讓它能融在這個試管裡面的議題裡面 那讓它靜置1分鐘 第二個重要的時間是靜置 要讓這個裡面的檢體能融在這個試液裡面 一分鐘之後取出這個棉花棒 把它撞在被子夾燃袋裡面 以防等一下要丟掉的部分 然後再來把這個所謂的試紙插到這個試管裡面 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 這個是反應的時間 要插進去要等它10分鐘讓它做反應 時間不夠 過長都會不準 10分鐘 10分鐘之後拿出來 然後比對的附的說明書 說明書上面 就會有它的一個反應的結果的對照圖 簡單講 兩條線的話 有測試線 也有反應線的話 基本上那是陽性 陽性的話就會建議把剛剛測試的部分全部打包起來 然後到鄰近的 所謂的居家社區的採檢站 然後再做進一步的再一次的確認 那假設是陰性的部分 那就是可以 把這個裝起來丟到自己家垃圾桶就可以了 那個快賽的測試 手部消毒 麻煩兩手搓揉一下 轉四下 不用太深入 大概一秒兩秒 比到有頂到 但是不用讓你覺得 把這個放到屍管裡面 然後轉一下 然後盡量把它 因為你的採檢你的樣品會在棉花頭的上端 轉一下讓它盡量掉下來 好的 那靜置一分鐘 就放掉了 好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記者大哥的採檢結果 它是只有出現一條所謂的 吸線控制線 所以它這反應結果是陰性 好恭喜有自己 藍色的線 陰性 陰性啊 沒有怎樣 大家剛剛也都 唉唷 它該不會真的陽性 陽性就慘了 還好啦還好我是陰性 那 剛剛其實有說就是 因為現在這個是封起來了 沒有辦法打開 但是它裡面的內容物 除了這個棉棒以外呢 還有所謂的這個 試管 它裡面有這個檢測劑 那跟這個 試紙 那它這個使用方式很簡單 就像我剛剛 所這個示範的 就是其實你把這個棉棒 插到鼻孔裡面 大概兩邊各轉15秒 那你不要空轉 你是真的要碰到 你的那個鼻 鼻槍的這個旁邊 這個 算是鼻黏膜吧 就那個鼻那邊 你就是要這樣轉 轉大概各轉15分鐘 會有點想打分踢 但不至於到不舒服 我是因為鼻黏膜比較薄 所以剛剛打分踢 一直在想 很想打 我把它忍住 其實所有抗原快篩 民眾記得就是 四個時間 四個時間 這個最重要 第一個時間就是 採檢的時間 把這個所謂的 那個棉花棒 所謂的篩檢棒 在鼻孔 基本上所有抗原快篩 這種居家快篩 它都要在兩個鼻孔 各停留15秒鐘 第一個是採檢的時間 第二個是靜置的時間 要把這個採檢棒 到試管裡面 像這個牌子要靜置一分鐘 讓它能把樣本 融在這個試管裡面 這個靜置的時間 第三個時間是 所謂的反應的時間 我們要把試指放在 反應管裡面 至少要等到10分鐘的時間 第四個是判讀的時間 它基本上靜置時間 也不能太長 它判斷時間 10分鐘之後 只有5分鐘可以做個判讀 所以在民眾買快篩的時候 這四個時間點 一定要抓得比較精準 測量上才會比較準確 基本上目前居家快篩的部分 它都是採鼻孔 鼻槍內的部分 基本都是2公分內的 所以它採檢起來 不會讓民眾覺得不舒服 所以採檢上 民眾的使用上 也會比較簡易 跟所謂的醫師人員版 還會剩到鼻孔裡面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 在家買居家版的採檢上 都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所以在買這個快篩的時候 要認清楚 外盒上面要有一個 家用的一個字眼 就是代表說 這是採所謂的鼻孔鼻槍的部分 那上面還有 當然也要還有一個防疫指示 就是經過台灣的緊急使用授權的 那價格方面 跟在比較上面 價格方面的話 目前的產品的話 當然相對 因為核酸 一般人認為 它是核酸居家會比較準確 使用上比較簡單 但是它是單獨一劑的價格 就要到1800以上 所以它單價是比較高的 那另外這所謂的 抗原快篩的部分 它的單價就會 一般是做到300到400之間 是目前常看到就是 抗原快篩的價格 那這個會影響到 包含到它的包裝數 你可能有的是包裝是一路 有的是兩路 有的是五路 那就看個人的需求 那再來就是 它還有就是所謂進口的 跟台灣產的部分 那你可以比較 它在國外的一個售價 看上跟它在台灣售價 是不是相對比較合理 好 那以上就是 剛才我們有親自我啦 我自己來做這個示範 來看一下說 這個快篩試劑 到底要怎麼樣來操作 那當然其實你來到藥局來購買 其實呢 鑰匙他們都會很仔細的 幫你講解說 到底要怎麼樣子來使用 因為其實 一定有很多人還不知道說 到底這樣使用 或者他怕說 會不會自己操作失誤 而導致說 這個測試的結果 會有這個誤差 所以呢 鑰匙這一塊 你來這個藥局買 他們都會很清楚的 幫你來講解喔 那其實呢 剛才呢 其實如果看剛才的影片 跟我們的直播影片 也知道說 到底要怎麼樣來實際 來做這個操作 什麼 哪個步驟要停留多少的時間 其實剛才都有非常詳細的 這個講解喔 那歡迎呢 大家就是把這個 直播影片 因為剛才其實都有包含 鑰匙的這個採訪嘛 可以把這些直播影片 分享給你周遭親朋好友 或者長輩的 有想要來購買這個 家用快篩世界 都可以讓他們來看一下說 欸 原來啊 這個操作方式是這個樣子喔 那 它的準確度呢 其實也非常非常高 我就請大家不要擔心喔 但當然呢 還是一樣 如果 真的真的 你快篩呈現陽性的狀況的話 一定要趕快打電話給當地的衛生局 或者是1922 請專人 請他們專人來協助你處理後續的這個PCR這個檢測喔 那當然你採檢完的這個檢體呢 也千萬不要隨便就是直接丟到垃圾桶裡面 要拿這種夾鏈袋 其實這種藥局啊 他們都會提供你夾鏈袋 你要把這些你的這些廢棄物呢 先放到夾鏈袋裡面 把它密封好 之後呢 再把它丟棄喔 這才是正確的做法喔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們實際開箱快篩試劑 以及實際測試的這個直播影片 那也很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蔡秉鴻 我們下次見